好 早上8點54分 最新的焦點帶你來聚焦 最新的消息 墾丁41位的乘客 搭上了半潛艇的觀光船 想要一覽海底的風景 但是途中船長突然暈眩 攤坐在地上 造成船隻整個嚴重的失控 差點回不了岸 我們立刻連線王岳峰 來告訴大家 岳峰請說 後面中穿著白色衣服 正在開船的 就是開船的時候 突然暈眩的船長 而她是在經過退休護士的 緊急救治之後 慢慢的甦醒了 勉強是把船開回岸 而旁邊旅客也不斷的 安撫她的情緒 提醒她要慢慢的來 來看一下畫面 原來船上的40名遊客 是在昨天的時候 打墾丁半潛艇的觀光船 結果是遇上這個驚魂劑 因為開船大約5分鐘之後 這一名穿著白色衣服的船長 是右嘴角不斷的吐出白沫 而且整個人暈眩 攤坐在地板上 整艘船是處於失控的狀態 幸好同船的旅客中 有一名退休的護士 趕緊是來幫船長 做初步的治療 讓船長慢慢的蘇醒 才能勉強的把船開回岸 那麼事發之後 觀光船公司也派人 緊急來安撫這個旅客的情緒 那麼他是強調船長 是由旅船轉職的船長 而這一趟是當天第四趟的航次 因為有輕微的感冒 所以中午是喝了感冒糖漿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才會不舒服 那麼這是掌握到最新情形 鏡頭交還給碰雷主播 電視訪